這個超完操主要有三個目的 一個是訓練我們上半身的肌肉 另外一個是訓練我們躯幹的 肌肉的平衡感 然後另外一個是訓練我們的臀大肌 跟我們的骨似頭肌 還有我們小腿肌肉的伸展 所以我們請達斯 感覺一網打進 所以我們達斯把那個右手往前伸 左腳往後抬高 就像超人正在飛行的狀態 這時候我們可以發覺 達斯其實他的上半身的肌肉在收縮 他的腰的肌肉在收縮 他等於是可以練習到我們的核心肌群 然後手的部分 以前我們都比較不注重手 其實手是我們跌倒的時候 最常用支撐的 真的 所以這手如果我們肌肉不夠好 不夠敏捷 他沒有辦法瞬間去幫我們收縮 那現在我們講到腳的部分 那臀大肌跟骨似頭肌 我們膝蓋要打直 打直的時候我們骨似頭肌 他就會出力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把腳的往上翹 讓前腿的肌肉做到伸展 後腳做到肌肉的訓練 那再往上做背軀呢 可以拉到我們的後腿肌 所以這個動作可以用 所以腳底板要這樣動就對了 對 往上翹10秒 往下踩10秒 讓我們的肌肉可以做伸展 然後兩隻腳要輪流替換 不然會太疲累 肌肉容易受傷 然後這個可以做到伸展我們的後腿肌 跟伸展我們的前腿肌 所以他又可以練肉 又可以做伸展 是一個滿好的動作 但是如果我們膝蓋是有受傷的 對 或是嚴重退化的 他可能支撐那隻腳就會產生疼痛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 我們會建議你可能就是 那個地墊要墊後一點 或者是改成站姿練也可以 單腳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隻腳膝蓋要伸直 那如果再高級一點就是來墊腳尖 這時候就可以練習到我們的後腿的 這個肥腸肌的肌肉 OK 所以這是滿扎實的一個訓練 休息一下 他每個動 每一次 每一邊大概就是8秒到10秒 然後重複左右各8次到10次 這個是在美國的研究裡面 他們想說 為什麼這痛風能特別早退化 特別早患人工習慣 為什麼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磨損 像我們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軟骨 對 然後兩個就是像我們的那個 這個膝蓋的兩個軟骨 他會磨磨磨磨磨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會磨出我們很多的屑屑 這是我們老化的 或是我們關節液不夠 或這個時候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如果說關節液夠 然後就我們把它加一點 就是玻尿酸的 就像我們的關節液一樣 然後那上去之後呢 再磨呢 就沒有屑屑在形成 所以就是說我們平常還是 雖然我們關節退化了 還是要活動 我們活動的時候可以讓我們關節液 敷布在我們的軟骨的表面 是 這時候滑動的時候呢 它會比較順 也比較不會導致我們的關節的磨損 原則上第一個 就是不會導致我們痛 為原則 然後會有點痠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說如果它有痛風的話 就是磨耗的地方呢 它特別容易有 痛風的那個結晶物 容易沉積上去 那不動均勻的時候 它的表面就會粗粗的 粗粗的時候 更容易去磨出我們的那個 關節的磨耗 沿著